大家好 我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衝刺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週四跟大家分享一些咖啡的知識 以及衝刺的技巧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訂閱學長的頻道 或者是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學長的咖啡的知識囉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 攪拌法 攪拌法其實呢 它已經問世蠻久 但我相信可能很多 各位手衝的玩家 手衝愛好者們 你們可能還是沒有跨出那個心理障礙 去試攪拌法 需要也收到一些網友的一些想法 覺得說攪拌法好像 會破壞掉一些香氣 或是怎麼樣的 但是其實燜蒸 或是攪拌 它們實質上是有很類似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你試試看攪拌法的話 有時候你會發覺說 好像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樣的風味 而且香氣的部分 也不會因為你的攪拌而失去太多了 好 那這個過程之中呢 學長會提供三個攪拌法的建議事項 讓你攪拌法一次都可以成功 但這三個之前呢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攪拌法它最核心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們先來想一下 其實各位如果平常做沖煮 我們可能最常做的第一段呢 是悶蒸對不對 那首先呢悶蒸它最核心的功能 就是讓我的咖啡粉能夠吃飽水 因為咖啡粉本身是乾乾的 我必須用水的方式呢 讓我的咖啡粉的內外勁呢都吃飽水 這個時候呢 我的咖啡粉才能夠進行到會萃取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沒有吃飽水的話呢 咖啡粉基本上呢 它的溶解速度 風味溶解速度是非常的慢的 所以最後會讓你的 整個萃取的狀態變得很差 所以吃飽水呢 是我們悶蒸的最核心的目的 同時間呢 它會帶動一些氣體的排出 所以會有一個圓拱狀的一個狀態嘛 以及同時會讓我開粉跟咖啡粉之間 因為吃了水 它的間隙呢 會變得比較緊密 所以它讓你後半段的萃取 是效率會比較好的 這些都是悶蒸的功能 那這些事情呢 如果我們使用攪拌法來做的話呢 它同時呢 也可以做到剛剛以上說的這件事情 而且甚至於 它還更簡單一點點 或是它比較變速會再少一點點 因為我們使用了一個外力嘛 所以呢我們可以知道說 攪拌的過程 就是要達到剛剛說的 就是讓每一個咖啡粉都吃飽水 這件事情呢是我們攪拌的重中之重 那弄懂了它的原則以後呢 我們就要接下來進到三個建議事項 那第一個建議事項就是 我們攪拌的時候呢 一定要讓每個咖啡粉都吃到水 那這件事情呢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 V60啊或是任何的追情濾杯 T型濾杯其實也都可以 任何濾杯都可以使用攪拌法 在攪拌的過程之中呢 想像一下 咖啡粉原本是在底層 我給了水以後呢 當然我咖啡粉會膨脹或等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的咖啡粉它的分布 其實是從最上面一直到最底層 都有咖啡粉 所以為了讓你的每個咖啡粉都吃飽水 所以在攪拌的過程中 一定要去思考說 如何讓我的咖啡粉 在攪拌的過程之中 快速的每一顆都吃到水 譬如說呢像學長攪拌的時候 我蠻習慣 從外圍一定會攪 那會不會深入到底下也會進行攪拌 當然 這個過程之中呢 它有可能會撞到你的濾杯壁 沒有關係 因為基本上是不會傷害到你 刮到濾紙 也不會傷害到你的攪拌成功率 甚至於很多學生很緊張說 我能不能把濾紙上面的粉刮下來 學長覺得這都是無所謂的 因為它的最核心目的是什麼 就是讓你每一個咖啡粉都要吃到水 所以如果你的咖啡粉 掛在杯壁上面 你又不去處理它的話 你勢必會吃不到水嘛 所以這個是違反了我們的 最優先的注意事項 所以在攪的過程之中 我會請大家不要過分的去背受 或者是去覺得說 我是不是只能這麼攪 我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 而是你要去想的是 譬如說我深攪 它底比較深的咖啡粉就會吃到水 我外圍 咖啡粉沒有吃到水 我就想辦法去外圍 該往外攪就攪 該往深攪就攪 那我自己是會先外圍攪一攪 然後再深入的攪一攪 讓我的每個咖啡粉都要吃到水 所以這個事情大家一定要去記住 用你的眼睛去觀察 讓每一個咖啡粉都有被照顧到 都有吃到水 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這是第一點 一定要注意它的心理法就是 我要努力的讓每一個咖啡粉都吃到水 那第二點也是一個小技巧 這個技巧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如果你用 這種流速比較快的V60這種濾杯來做的話 你常常你在給水玩 你會發覺說我好像來不及攪 那我的水就已經流完了怎麼辦呢 所以第二點重點就是說 我要快速的給水 並且快速進行攪拌 這個動作越快速 越精準越好 學長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在給水的時候 常常給100CC左右 那我會用我最大最大的水 絕對不猶豫 不像我們平常在做悶蒸的時候 我要控水啊 或是我要繞圈什麼的 基本上呢 在攪拌法的過程之中呢 你最忌諱就是 你太小心翼翼的給水 不要把它想成悶蒸 絕對要用最大的水 用最大的水 你也不要顧慮到說 我有沒有正常的布水 比較沒有布水的問題 而是你要想的是 怎麼樣快速給水的問題 那同時間呢 最好你的左手 可以先握好你的攪拌棒 或是你的攪拌棒 你就放在一個隨手可得的位置 因為我一旦把我的手上廚放下以後 我就馬上要把我攪拌棒拿起來 然後進行攪拌的動作 因為呢 V60這種濾杯 它一給水就開始往下流了嘛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黃金時間點 儘快的把手中骨放下 儘快的把我的攪拌棒拿起來 然後進行攪拌 比較可以充分的 利用這個水 跟咖啡粉做完美的結合 如果你太溫吞 水太小 或是說你的動作太慢的話 你可能有一半的水都沒有攪到 你就已經流完了 那這樣對你的攪拌法來說 絕對容易造成失敗 那另外的選擇就是呢 我選擇這種有閥門的 就是聰明濾杯概念的濾杯 無論是聰明濾杯 或是這個老爺爺360 他們都有這個閥門的概念嘛 就是我在攪拌的過程之中 我可以先關閥門 我再進行攪拌 那相對來說呢 因為你就沒有那個時間壓力 你就會覺得 好像無所謂 我就慢慢攪 那你就不會那麼緊張 也比較不容易失敗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我選擇一個 我可以關閥門的一個濾杯 來做進行攪拌 成功率會大大的增加 這也是另外一個選擇 但總之呢 用聰明濾杯 難度會降低 但是用這種普通的濾杯 V60也可以 就是你的動作要稍微快一點點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呢 是關於布水的量 一般來說 燜蒸我們大概是給到 咖啡粉的兩倍 1.5.2倍 燜蒸就差不多了 那攪拌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因為我的水 會大量的快速的流完 所以我會建議 大概給到5倍左右 甚至6倍也可以 就是20克的咖啡粉 可以給到100cc到120cc的水 之後再進行攪拌 為什麼呢 因為比較多的水體 我的咖啡粉 會比較多的空間 可以進行攪拌 比較不會空間太少 譬如說只有40cc的水 就是水 根本就淹不過咖啡粉 其實很難進行攪拌的 我的水體還是要比較大 其實攪拌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的風味物會大量的釋放出來 因為這個外力呢 其實對於你的風味的 萃取的能力是增加的 所以在攪的過程之中呢 風味會大量的釋放 那但是呢 如果我的水很少 是不是一講 我的風味物就釋放到水裡面了 那這時候水的濃度太高了 你就不容易釋放出更多的味道 因為比較靠近飽和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有比較多的水 譬如說我有120 100cc的水 那我的水 它的飽和的程度 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你就可以在攪拌的過程之後呢 大膽的釋放出很多很多的風味在水體裡面 那你的攪拌法的風味物 就可以萃取出比較多的東西 那以上三個步驟呢 可以來想一想 第一個 就是我要盡量讓每一個咖啡粉 都要吃到水 不要再被一些 固定的一些格式鎖框架 也是認真的 每一個地方都盡量攪到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要盡量讓我的攪拌的流程 是流暢而快速的 這樣你可以讓更多的水 有進到攪拌的過程 第三部分就是 我大概給水的 CT數呢 大概是咖啡粉的5倍到6倍 可以讓你的風味物也變好 然後攪拌的過程也變得比較流暢 這三個動作你只要做到的話 其實你的攪拌法是很容易成功的 你可以享受一下攪拌法帶來的 不一樣的風味喔 OK 那關於攪拌法的流程呢 就收到這邊為止 各位務必回去試試看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充值空間 就收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接下來介紹VV咖啡的合作夥伴 Cafec 是日本咖啡器材專業品牌 招牌快流速的 Avaca麻辛維氯子 是許多咖啡師的首選 最近針對戶外需求提出的 Triton咖啡分享湖 同時兼顧外出的防摔需求 和手沖的使用體驗 讓你的露營不必妥協 詳細資料可參考下方的資訊欄 Avaca麻煩 我们下期再见